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实讲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新加坡的这个红灯气 我敢说它比台湾的红灯气还来得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转发 规划得很好 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说 去转发很乱 对不对 找不到停车位 然后又怕松山班 然后每次山班的都会来抄你的车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真的是规划得很好 我们先不要多说 我们先讲KPE 你们知不知道KPE 其实它就是Bongo21的其中一个计划的项目 你们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以前你们在Bongo 先钢去Gerang 你们要走哪一条路 从巴雅雷把 然后从Gerang那边玩过去 对不对 我已经算过了 从你们加到那边 最少都有20个红灵灯 从你们加到Gerang 最少都要30分钟 但是今天它建KPE了喔 所以你现在可以从Bongo 可以从Sengang 悄悄地进短的KPE不到10分钟出来 Gerang 所以说我们政府是不是很注重Gerang这个地方 而且根据我们调查 我们阿兵不是永远吃饭没得及做 一半个米点 拧骨骨骨看人笑话 我们阿兵也是永远吃饭没得及做 一半个米点 拧骨骨来讨论这些问题 真的 你去问你的外国朋友 你之前去新加坡? 我知道啦 我应该用WEN 把阿兵的阿摩就是这样嘛 你之前去新加坡? 是的 所以在哪地方你会更清楚? Gerang Gerang 所以Gerang在世界的名胜地排名TOP TEN TOP TEN 神头沙 如果没有见卡西诺的话 谁都不知道有神头沙 他懂什么什么说 飞行公园都不用讲了 神头沙也不用讲了 对不对? 动物园也不用讲了 所以Gerang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讲 Gerang是很有规划 你自己想想看 凡是那些Gerang 1,3,5,7,9,11,13的 那边全部都是卖吃的 对不对? 那2,4,6,8,10,12,14,16 那边全部都是 是不是? 吃的放这边 用的放另外一边 而且它规划得很好 Gerang 4和Gerang 6是讲华语的 Gerang 8和Gerang 10 它是讲菲律宾的 然后 OK OK